穿越了,确切地说是借尸还魂了,这个事实吓坏了齐悦,作为一个见惯生死的外科医生,他实在理解不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他对着同镜,再次审视如今的自己,镜子昏昏的,确切地相貌也看不太清,不过可以肯定是个古典美人,瞧着细眉性眼的, 齐悦调调眉,又瞪瞪眼,最后抿嘴一笑,镜子里的人脸上浮现出两个深深的梨窝,哇哦,齐悦忍不住打了个呼哨,要是自己早长成这样,估计新女友的爹是院长,也撼不动前男友坚真的心了。 在看着年纪,齐悦伸手捏了捏脸,一时忘了是自己的,下手重,不由咧嘴撕了声。 嗯,皮肤有点不太好,太瘦的缘故吧,不过对于27岁高龄的齐悦大妈来说,颇有些年轻七八岁的感觉。 认识了自己的相貌,齐悦又将视线落在屋子里,开始兴致勃勃地这看看那摸摸,看什么都稀罕,这里的一切都是鲜活的,带着人气,不像那些居民博物馆里看到的死气沉沉,完全让人体会不到那种古代豪门的奢华生活。 转来转去,齐悦的视线猛地停了,看到了那个依旧扔在地上的急救箱,她的脑子里轰得一声,闲闲好奇顿时消退。 她穿越了,自己是齐悦又不是齐悦了。 纵然现代里那个齐悦的身子还在,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不是她了,那个世界里再也没有她了。 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再也见不到自己了,前男友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骚扰到她即将平步青云的生活了。 像卫生院的那个伤者再也等不到自己做手术了,当然,自然这个能代替,会有别的大夫给她做的。 阿如和阿豪在屋子里换衣服的时候,就听到了隐隐的哭声传来,二人对视一眼,顾不得散着头发, 慌忙的跑过来。 少夫人压抑的哭声从屋子里传出来。 少夫人,少夫人! 阿如忙喊道,一面就要推门,却发现门被拴住了,这一下她更害怕了。 用力的开门。 您快开门,您快开门! 齐悦坐在地上,靠住门,抱着急救箱,泪水止不住。 她一面哭,一面打开急救箱。 供氧器,纱布,胶带,天枕器,刀剪子等等器械闯入视线。 你们怎么跟着我来了? 她嘴里喃喃地念叨,手一一地扶过这些自己亲手挑选的配备。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只有你们了。 少夫人,少夫人,您不要多上市! 阿如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除了里面的哭声,一句也得不到回应。 想到今天受的惊吓,又想到一直以来的委屈,她颓然地坐在地上,也开始哭了。 少夫人,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可是再不好过,也得过下去啊。 想想老夫人,就是为了她老人家,你也不能做傻事啊。 想想当初老夫人为了你,一直撑到你白糖,在闭上眼。 你要好好的,把身子养好,等着世子回来了,一定会接你出去的。 没了老夫人,您还有婿子啊。 阿如说着说着,也说不下去了,靠着门哭,跟在她后边的阿豪,早已哭成了泪人。 屋里屋外的三人,就在这雨天里,想着自己的伤心事,哭得痛快。 秋童院外,几个穿着缩衣斗笠的婆子经过。 这是怎么了? 其中一个问道,一面侧头听,秋童院里干什么呢? 大白天的哭成这样,便有一个笑了。 刚刚听说,东府的少夫人,竟然搞玩了一回上跳自尽, 估计这会儿,该到停床哭铃的戏码了。 她说道,大家被说得都笑起来, 先前问话的妇人,显然不知道这一出。 皱了皱眉,摇了摇头。 东府的事,我们就不要乱说了。 她低声说道, 也是个可怜人。 伙子们立刻停止了笑,收账神色,应声示。 走吧,抢东西送过去, 给侯爷夫人问得好,就赶快回去, 咱们那边也离不开人。 夫人说道, 一行人接着慢行, 那夫人在临转到家道时, 回头看了眼, 雨中秋童苑, 水气蒙蒙。 唉, 她轻轻叹了口气, 当初都倒是大福, 素不知, 这好日子, 也有苦水里泡来的。 她再次看了眼秋童苑, 与婆子们一并转入家道去了。 而这边, 阿如靠在门上不知道哭了多久, 已经哭得没了力气, 只是呆呆地流泪, 然后听得咯噔一声, 门被打开了。 少夫人,少夫人。 两个丫头惊喜地抬起头, 齐悦看着他们, 快起来吧, 别哭了。 她说道, 不知道是哭的缘故, 还是脖子受伤的缘故, 声音沙哑, 阿如和阿豪立刻起来了, 含泪点头。 开哭的时候就哭, 哭过了也就没事了。 齐悦说道, 对他们露出一丝笑, 面容清白, 眼睛红肿, 这笑容着实算不上好看, 但阿如和阿豪 还是欢喜地又想流泪。 夫人, 请个大夫来。 阿如说道, 请大夫做什么? 齐悦摇头, 阿如愣了下, 这才看到少夫人的脖子上 裹了白色的布, 只不过这白色的布 看起来挺独特的, 日常没见过。 夫人, 你…… 她不又问道, 哦, 这个啊, 齐悦伸手摸了摸, 方才对着镜子, 她已经处理好脖子上的伤了。 我弄好了, 就不劳烦外人了。 也是, 说出去也不好看, 阿如和阿豪点点头。 阿豪, 快去打水给少夫人鱼一脸。 阿如吩咐道, 阿豪应声忙去了。 这边, 阿如伸手扶齐悦坐下。 年纪轻轻, 被人这样搀扶, 齐悦总觉得怪怪的, 但看着丫头的动作显然是习惯的。 那么她初来乍到的, 还是随大流不挨揍吧。 阿豪端着水进来, 跪在她面前。 少夫人, 怎么了? 阿如和阿豪看着猛地站起来的齐悦, 不解地问道, 这个, 这个下跪实在是…… 齐悦看着两个丫头, 惊诧又担心的神情, 扯扯嘴角笑了笑, 又坐下来, 任凭二人服饰。 齐悦好奇地看着阿如搬过来一个小小的箱子, 上面绘着精美的花纹, 这可真古董啊, 她不由伸手MASA, 脱胎妻致的。 阿如拉开, 展出七个小盒, 帮她匀面敷粉, 涂胭脂点口纸。 齐悦看着阿如擦净自己洗过了的手, 从一个小盒子里挖了一小块膏, 仔细地抹上去, 忍不住要嘖嘖称赞, 连护手霜都有。 做完这个, 阿如接过阿豪手里的水盆, 阿豪起身, 拿出壁子敏子, 给齐悦整理头发。 阿如从窗前盛开的一盆愚美人中, 掐了一朵, 给齐悦沾上。 就是去影楼照写真, 也没这样惊喜过, 齐悦心里喊道。 好了, 少夫人。 阿如端过来同镜, 让齐悦端详, 齐悦左看右看, 还忍不住刺压咧嘴笑一笑, 比起刚才镜子里看到的人, 更加鲜亮了。 转头见一旁的两个丫头, 惊讶地看着自己, 叶芒俗正神情, 点了点头。 少夫人, 那我去做饭。 阿豪请示道, 正是什么时候了? 齐悦下意识地, 就抬手弯腰看表, 入目是两个狡猾银镯子。 呃, 去吧。 她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往外看了看天, 鱼渐渐地小了。 原本阴沉的天也微微放亮, 阿豪失礼下去了。 少夫人, 您先躺会儿吧。 阿如伸手来扶她。 不用了, 你也去帮帮忙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齐悦摇头说道, 阿如面上有些担心, 迟疑一刻。 没事, 你下去吧, 已经荒唐过一次, 再不会了。 齐悦冲她笑道, 说完又补充一句, 吓到你们了, 针对不住。 阿如眼泪在眼里打转。 少夫人, 是奴婢们没照顾周到。 她哽咽说道, 不爱你们的事。 齐悦说道, 她也不知道跟这个对她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丫头说什么, 也不敢多说什么, 便言简一概, 还微微做出不耐烦的样子, 摆了摆手, 阿如便立刻不再多说。 少夫人要什么就喊我, 我就在院子里。 她说道, 低头退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门没有带上。 齐悦吐了口气, 端着的身子放了下来, 屋子里安静下来, 她的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 这是真的假的啊, 她穿越了, 成了别人了, 还是古代, 天啊, 这日子可怎么过。 外边的雨已经停了, 从大开的门, 齐悦可以看到院子里, 那两个丫头正在用铁爬发被雨水打落的树叶枯枝, 以免堵住了流水口, 一面小声地说着话, 这个提醒那个别湿了脚, 那个指挥这个从这边捞。 轻声细语, 再加上这一身装扮, 在雨后的古典院落里就如同一幅水墨画, 清心素雅。 那个给自己上装的是叫阿如吧, 那个梳头的是妹妹叫阿好, 倒是两个好记的名字。 齐悦叹了口气, 事情已经如此了, 走一步说一步吧。 他蒸蒸地胡思乱想着, 阿如和阿好端着饭菜进来了。 一碗粥, 西粥, 齐悦用勺子晃了晃, 小米, 一个圆饼, 巴掌大, 齐悦用手掰开, 竟然是死面做的。 菜, 这是什么菜, 貌似跟冬日烟的大白菜菜根什么的差不多。 齐悦拿着筷子扒拉着。 再看另一个, 倒是肉菜, 不过似乎是扔水里煮熟的, 没滋没味儿。 有丫鬟伺候, 还被称作少夫人什么的, 方才还有一大群下人。 虽然态度有点古怪, 但这无疑是个大家庭吧, 再看看摆设穿戴, 应该是个有钱人吧。 就吃这个? 齐悦忍不住问道, 这还没缺精费少收入的香卫生院的食堂吃得好呢。 少夫人, 这个月的奋力还没送来。 阿如低下头喃喃说道, 齐悦呕了声, 出来扎到的, 吃喝暂时就不要考虑了, 虽然不知道这里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 反正按照她的时差, 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那我吃了。 她笑道, 两个丫头松了口气, 又有些意外。 这次少夫人听了这事, 没有发脾气或者哭, 而是笑咪咪的,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再看到吃得干干绝境的饭菜, 两人都忍不住惊讶地瞪眼看着少夫人。 浪费可耻, 齐悦认真说道, 不管这园主是什么饭量, 什么习惯, 她齐悦就是这个饭量, 这个习惯, 她没想去装, 一个人不是一个人, 再装也瞒不过, 还不如以失忆性格突变借口的好。 阿如和阿豪也没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 但作为奴婢, 他们习惯只听不问, 点点头应声事。 你们先去吃吧, 吃完了过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齐悦说道, 看着她有些郑重的神情, 阿如和阿豪有点不安, 也没敢多问, 忙收拾了碗筷退下。 不多时便过来了, 也不知道吃饭了没。 齐悦还坐在椅子上, 看着她们过来, 神情更加正宗, 直让这两个丫头心慌。 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 齐悦开口说道, 今天我商调。 少妇人都是奴婢嫁桌的, 少妇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阿如立刻跪下哭道, 阿豪也跟着跪下来, 齐悦一脸无奈, 她还没说什么呢, 这两个丫头想什么呢? 我做了, 而且我真的死了。 她没理会她们的话, 接着说道, 阿如和阿豪抬头恶然看了她一眼, 玄机流泪流得更厉害了。 其实我连孟婆汤都喝了, 什么也记不得了, 怎么死的, 怎么到了黄泉路, 见没见阎王, 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晃晃悠悠地走啊走, 不知道去哪里,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齐悦制止她们再次开口, 接着说道, 她的目光看着门外, 似乎沉浸在回忆中, 阿如和阿豪渐渐不哭了, 面如惊恶诧异又有些害怕地看着她, 她们已经听进去了, 伴着齐悦特意逼沉的声调, 两个丫头不由往一起靠了靠。 我走啊, 走啊, 突然, 齐悦说道, 猛地打了个停顿, 阿豪年纪小, 忍不住惊叫一声, 拳击察觉失态, 伸手掩住嘴就叩头请罪, 齐悦反倒被她逗笑了, 摆摆手表示没事。 突然我就看到一个人, 一个, 嗯, 一个老太太, 冲我摆手。 她接着说道, 这次换了轻柔的口气, 我那时候, 没知没觉也没念头, 就走过去了, 她看着我就是哭, 还说了好些我听不懂的话。 说了什么话? 阿豬胆子大, 忍不住问道, 说什么, 傻孩子啊, 你怎么来这里了啊, 你这是何苦啊, 什么的。 齐悦皱眉, 做出努力想的样子, 她也的确在努力地想, 想着想着, 想到失去自己的亲人们, 该是多么难过伤心, 那眼泪就刷得下来了。 我认不住她是谁, 但是觉得她是我很亲近很亲近的人。 听到这里, 阿儒面色一争, 玄机坐正身子。 是, 是不是老夫人? 她结结巴巴地问道, 老夫人? 齐悦摇摇头。 唉, 我说过了, 我喝了孟婆汤, 什么都忘了, 包括, 你们。 她叹口气说道, 伸手擦肋。 啊, 少夫人, 你, 你不认得我们了? 阿豪问道, 一脸震惊, 齐悦点点头。 我当时被那老太太拉住, 她哭我也哭, 然后我就问我该去哪儿, 她说我自然该回去, 我已经早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的了, 还没开口问, 她就推了我一把。 然后我就醒了, 她一口气说完, 醒来就看到你们一大群人冲进来, 我以为我还在阴间, 以为要拿我问罪呢, 吓坏了。 阿如和阿豪点点头, 想到那时两相一照面, 少夫人好像也喊的是, 鬼啊, 那说情价的样子, 绝不是装出来的。 原来如此啊, 不过, 这也太…… 阿如和阿豪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两人就这样蒸蒸地坐在地上, 齐悦也不说话, 等他们自己反应过来, 等的时间并不长。 这么说, 少夫人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阿如问道, 齐悦心里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你们起来吧。 她说道, 阿如扶着阿豪, 两人站起来。 少夫人真不记得阿豪了。 阿豪指着自己的脸, 问道, 别说是你了, 我连自己都不记得了。 齐悦说道, 哦, 这孟婆她真的这么厉害啊。 阿豪感叹道, 当然厉害了, 要不然转世投胎还带着上一世的记忆, 那怎么过? 齐悦解释道, 古人应该对这个都深信不疑吧, 好哄骗一些, 那人间就乱套了。 两个丫头一想, 便齐齐地点头。 所以说, 齐悦吐了口气, 靠在椅背上。 唉, 我也算是重新投胎的人了, 虽然不知道那个老太太为什么要推我回来, 但既然我回来了, 就得好好的活着, 不知道以前的事更好, 一切重新来过倒也干干净净。 想到以前的事, 阿儒便再次流泪, 忘了倒也好。 可以说, 你们别担心我, 我是绝不会再次寻死了。 齐悦看着他笑道, 阿儒流泪点点头, 少夫人, 也不认得咱们府里的人了吧。 他略一思索, 低声说道, 齐悦闭嘴一笑, 这没什么好蛮的, 他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温馨无愧。 他说道, 阿儒领会他的意思, 点头应声势。 阿好则没听懂他们说什么, 只是想到少夫人不认得自己了, 很是难过, 向齐悦认真地介绍自己, 而齐悦也开始询问那些自己忘了的事。 相比于稳重的阿儒, 阿好则更活泼一些, 话也多。 齐悦很快从他口中了解到自己的前尘往事。 齐悦娘, 大庆国燕都人世, 至于这大庆国是什么国? 齐悦插话问了, 得到的回答是大庆国就是大庆国, 齐悦便放弃再问了。 这齐悦娘父母接早亡, 与祖母一路流亡来到永安府, 寄居府城十里外的桃花山下。 十四岁, 也就是五年前, 偶然救治了被毒蛇咬伤的, 上山进乡的定西侯老夫人。 在其祖母不慎跌落山崖亡顾后, 定西侯老夫人念她孤苦无依, 又有救命大恩, 便将她接近府中, 在膝下亲自教养。 从家中的小姐们一般待遇, 两年后, 请指定下了和定西侯长子的亲室。 三年前并重职时, 提早婚期要亲自看着二人拜堂, 就在新人拜堂之后, 老夫人闭上了眼, 却听起来简直就是一出狗血无敌传奇戏啊, 这齐月娘一个孤女, 竟然一跃成了定西侯府的长孙长席, 下一代的定西侯侯夫人, 这无疑就是最闪亮的麻雀殿凤凰啊, 只不过, 貌似王子公主结婚后, 并没有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